Ocean的衝球 Dry 今天Jasmine Ocean 衝球真的效果不太好 1號球 左上角抵彈 看樣子 1號球應該可以打 但是今天Bappa也在前方 今天比赛里面一些远球的准度不够 这个很大的一个带口都落在外头 所以应该没问题 如果要是二号球很直的话 就是定杆做三号球 左下角底带 这时候是Felders在比赛当中也已经结束了 9比6击败了西班牙选手卡罗斯卡贝罗 打三号球 但是四号球的做球不理想 掉球了 想把九号球撞开但是并不成功 那另外呢这边是在比赛里面杨清顺跟朱宏明的比赛依旧还在进行6比4 杨清顺现在领先 选择故意犯规 选择故意犯规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これが大変です ジャスマンオーシン もっと難題 青青薄4号球 わー 9号球 実際上 挡得非常に死 4号球 4号球 敵弾 ファウル ファウル 5号球 在下方 柯新附近 4号球 好像 靠这个台湾的边上 靠得很紧 所以 在 准备 打4号球的可能需要打一些片弹 另外一方面 古田河南 9比6 立刻 Oliver Altman 又一位德国選手被淘汰 古田河南 进入了32 而另外 Raph Sukay 现在也被对手 追上了分数 那么5比4 仅领先 Imran一分 所以 现在呢 马上要开赛的比赛 还包括有 菲律宾的选手 De Luna 将会是遇上 Santa Todd 那另外呢 日本的选手 土方 筍豆 将会在比赛里面出赛 遇上是 Roman Habler 赖家雄 在比赛当中 遇上的是 Darren Appleton 两位韩国选手的对决 柳成佑 柳成佑 将会在比赛里面 遇上 郑融合 那同时呢 傅哲伟在比赛当中 则是遇上 另外的一位 韩国选手 金雄大 同时 两位中华台北的选手 也将会 索队厮杀 那就是 吕徽展 遇上张荣林 Charlie Williams 则是 碰到了 Domingos 所以你现在已经听到呢 现场的这个 主席 已经在宣布 这些 这些 马上要进行比赛的选手 这些马上要进行比赛的选手 杰斯文 现在要把比分变成4比5了 这些马上要进行比赛的这些马上要进行比赛的这些马上要进行比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